跟M藍的部分,M1的儲存格 需要成交最高最低的比較 所以一樣,我有時候會想一些比較偷懶的方法 就是成交最高最低,你可以Ctrl-C 當然你不能直接貼上,因為他好像沒辦法直接貼 所以有時候可以貼到記事本 像我平常還蠻喜歡用記事本 但是這個記事本好像太陽春了 所以我推薦各位,你可以另外再裝一個軟體 叫什麼,叫NordPay 就是那個記事本就是NordPay 所以你可以裝一個叫NordPay++ 這個軟體還蠻不錯的 因為等於是說你如果假設要比較稍微複雜一點點的 我建議還可以裝這個 現在最新好像8.33 那你可以把它8. 這個軟體也是免費的 然後好處就是說它可以開不只一個頁面 它可以開很多頁面 而且它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像我們平常 像我有時候會很多暫存的東西 那NordPay++它可以很多頁面 然後那個頁面好優點就是說 當你把它關掉 你現在開起來,它上面東西還在 有點像是一個 什麼呢 就是有點像 你的一些之前暫存的資料 都不 可是記事本的話 你如果關掉它就不見 它不會幫你把它暫存起來 所以我還蠻推薦用這個東西的 然後我把剛剛的東西貼到這邊來 OK,然後有沒有 把它成交與最高最低 最高最低比較吧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加一個比較兩個字 好,那一樣喔 把這幾個字呢 怎麼樣,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就貼到 當然你可以重打 題目好像是希望你重打 不過我是懶得再重打 我就直接把它這樣貼比較快 按右鍵之後的話 跟剛剛一樣 把它自動換列 好,讓它換到下一列 再來的話 藍寬按右鍵 藍寬的部分 好像一樣是15 所以我就直接 跟剛剛一樣 所以直接做 那再來的話呢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題目會要求我們做什麼呢 15嘛 然後它是希望呢 不是折線圖 而是直條圖 所以直條圖 那直條圖跟折線圖 其實最大的差異 折線圖 比較適合有時間概念的 它會有時間的變化 那直條圖的話 相對就比較沒有 比如說你這個好幾個資料 但是沒有時間上面的關係的話 因為不確定啦 沒有說 固定是哪個時間一定是最高 也沒有一定是哪個時間最低 那這個沒有時間觀念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用直條圖 可能相對會好一點 那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一樣 就是跟剛剛做法 有不要先放在M2上面 然後插入裡面 可以找到這邊有一個是什麼 插入直條有沒有 然後它一樣會問你說 你的資料放哪裡 那就是成交最高最低 那就是12到G2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畫出那個 這個 它會馬上幫你把這個範圍裡面的數字 用那個直條圖的方式呈現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你看這個哪個高哪個低 你好像這個看起來比較高 可是高多少 其實說真的 還很難一下子馬上意會過來 但是如果你看這個的話 我相信你看這個應該會看 就是數字來的直覺太多太多了 所以以後建議有些時候 如果有一些資料比較的話 乾脆你就把它用直條圖呈現出來 那會簡單很多 OK 那接下來的話題目還要我們 把什麼東西打勾呢看一下 他說 加上去之後並顯示第一點 那什麼叫第一點 第一點應該是 總共三個資料裡面的第一個資料 打勾就知道了 OK 你會發現所謂的第一點就是成交 那把成交的數字 把它換個顏色 所以你會發現第一點打勾 那成交就換顏色了 OK 那再來的話 它要我們變一個樣式 那一樣的是彩色景一 所以其實也是 左下角這一個 OK 所以你把它點擊就可以了 好 那點完之後的話 把它向下填滿 OK 那這樣的話這一題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 它第一點的顏色跟其他不一樣 所以成交的金額跟最高最低不一樣 那最高跟最低相差多少 你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 它的多跟少馬上可以呈現的 就是一目了然 當然相較於你看這些數字 好像還是看圖會比較直覺 OK 所以善用那個折線圖跟直條圖 這個部分 接下來的話 再來就是說 我們把第三題完成之後 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 張數的欄位 那就是K2到K65 要把它做成怎麼樣呢 也是一樣圖形化 就是說呢 你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張數 所謂的成交張數 就買賣 買賣成交張數 那你可以看到每一檔股票 它成交張數有的多有的少 可是問題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今天呢 假如我們看數字 雖然還是可以看出端倪 但是其實還是沒有這個 你用那個圖形表示來的直覺 所以這邊的話有一個功能 叫做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有一個要資料橫條 也就是說 它可以幫你怎麼樣 直接在那個儲存格下方 去增加顏色 也就是數量多的話 顏色就多 數量少 顏色就少 可是要怎麼做 首先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做設定格式化條件之前 切記呢 一定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先把你要設定格式化條件的範圍先選取 特別說選取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都忘了選取 那怎麼選呢 你要先告訴他說 你幫我設定格式化條件的範圍在K2 到K的最下面 所以游標先放K2 Ctrl-Shift向下 那向下你會發現就剛好K65了 OK 就這個範圍 選完之後第二件事情 再到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的 它一定是漸層填滿的橘色 所以找到那個橘色資料橫條這個 記得是它有兩個 一個是實心的 一個是漸層的 那差別在哪裡 你可以 其實你不用點下去 你只要游標放上去 它就預覽了 差別你會發現 好像漸層看起來 比較會有一點點美感 當然如果說你是實心裡面 就是沒有漸層的效果 你可以看不同顏色的效果 其中它要我們用這個 所以我們就用橘色這個 所以把它點擊下去 那你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設定格式化條件 資料橫條 點一下 那當然你會發現 如果是張數 越多的話 其實說真的看底下就知道 哪個多哪個少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可以善用資料橫條 其他的話我看一下 這邊好像還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不妨還有其他設定 像如果說 我們前面好像有用過類似的 如果假設底下的 底下的數字讓它消失的話 這邊好像緊橫條 這打勾好像 它的那個 只會留下有沒有橫條 那字就不見了 所以這邊其實還可以再做一些 相關的其他設定 這個打勾就不見了 OK 那這個的話就完成 第四個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第五的部分 也蠻簡單的 它要做什麼 設定第一列的列高 35 那第一列的列高 然後並且把底色變成白的 儲存格就是它底色變成藍的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選取第一列 選一下 第一列記得 油標一定是放在外面 它箭頭的話 變成黑色 像右的箭頭 二的話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列高 那列高的話呢 它要我們設定多少呢 設定為35 本來好像49.5 太高 35 按確定就可以了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什麼呢 把那個底色變成白的 那範圍的話 就是A1到M1 其實有個方法 你把這個 游標放在A1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右 這樣也可以選到M1 或者你按Shift鍵再去點M1也可以 再來的話 它的什麼呢 它的字的顏色變白的 那字的顏色變白就這一個 就是白色背景一 不過字就不見了 那怎麼辦 把底色變成藍的 藍的應該是這一個 藍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油漆桶 旁邊點一下箭頭 然後找到藍色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第五個項目 那再來的話 最後還有一個 就是畫框線 框線部分的話 蠻簡單 前面有做過A1到M615 內框線是最細的 外框線是次出的 所以其實怎麼畫比較快 游標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再來的話呢 設定這個框線的地方 點一下 其他框線 那我們先設定內框線 所以先選這個框線 然後直接按內框線就可以 因為它是直接點內框線 那外框線的話呢 是次出框線 是第五個 右邊算1 2 3 4 5 就這個 然後再點一個外框線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內框線比較細 然後可以按確定 那這一題呢 就完成 那請各位 把它另存新檔一下 瀏覽我們 反正你先把它存在 你的檔案裡面 叫EXA110 這樣就完成了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不要 GTA 5 5 1 9 8 6